你有什麼辦公室給他當智庫 那是怎麼回事 這個所以我說往下講 你先不要插 一插開我就會亂掉 那個馬文君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我們之間是 維持的是算朋友的關係 到潛建國造之前的 大概四年左右 馬文君有借我們十樓 我們是六九樓 搭華國際 第六樓 第九樓 第四層 那十樓我們借給他做智庫使用 他就找了一些像張靜 黃鐙輝 這些人來做智庫 每個禮拜大概 馬文君是吧 對 然後我們就提供這個場地 在哪裡 地點在哪裡 在我們公司 你們的公司地點在哪裡 在信義路 信義路 因為他說你那個地址 反反覆覆說不清楚 所以你接馬 沒有 他說的是 他說反反覆覆不清楚 是那個楊玟雅的辦公室 另外那個辦公室 那個我們 其實你現在叫我說 說當時去哪一個地址 即使他當時有跟我講 所以那個十樓的 是你提供 無償提供 無償提供 那我們還提供 我們也提供他中午的午餐 那在裡面的 剛剛你提到像海軍那些的薪水 誰付 沒有 海軍的那些人是 完全是志工型的 像黃征輝和張靖 張靖那個時候是馬文軍 主動去找馬文軍提供他們的 那個辦公室總要有開銷 沒有 那是一個倉庫 倉庫 但是不管如何 他是在一個信義路上 精華地段的辦公室 你為什麼無償提供給他呢 他沒有給你任何好處 你這麼好心 對啊 我們也是希望說 馬文軍能幫我一點忙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幫到你忙呢 都沒有幫到你忙 你就無償提供辦公室給他 我說實在的 其實我們滿可憐的 這真的有為人性 我說不是 真是很可憐 你去做消防設備的 大概都倒了一半 為什麼 因為很艱難 可是你做消防設備 你應該找內政委員會 怎麼會找到國防外交委員會 其實我們能夠找到 一個委員就了不起了 內政委員會 我請問你 我認識哪一個委員 哪一個委員 不是那麼容易啊 沒有接觸其他委員 沒有辦法接觸其他委員 沒有接觸到 完全都沒有嗎 我有接觸到的 其實我們都是接觸助理 沒有接觸到 所以還是有嘛 藍的 綠的都有嘛 有啦 其實以前 你們國民黨有一個叫林昌明 彰化 對 但是我也沒有跟他那個委員有接觸 是他的辦公室處理 好嘞 所以你說有藍綠都有 但是都是助理 你說馬文軍去上海出遊 你有付到錢 怎麼回事 我告訴你 那個時候我們是真的很需要 有人幫我們 因為我們是剛開始起步 在這個 這種行業也是很 就是很保守 很封閉的 那你沒有人引進去 你很難做生意 如果你們知道 其實你們可以去問一下 做消防這個行業 其實是非常封閉的 如果你不熟 根本就你別想做生意 那我也希望他能夠幫我們 因為大陸那時候 有很多需要這方面的採購 那我們就是請 既然馬委員能夠帶我們去 他主動說 我可以帶你到上海去 認識一些 介紹一些消防的 消防局長或是什麼 對我們來講是 我當然願意 對不對 到了以後 好 到了以後 結果他說 到了現場以後 到了上海住飯店的時候 他說 今天主要是來見國台辦的 我們這個業務 跟國台辦沒有關係 所以當時他就說 結果後來我也沒見到 那個國台辦的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心不甘情不願意 付這筆錢你知道嗎 是因為我去了以後 沒有見到一個消防局的人 沒有見到國台辦 什麼都沒有 也沒做到生意 也沒做到生意 回來了以後 結果呢 我們要付這筆錢 好 那我們付了這筆錢 我們先付了 結果他後來大概 大概覺得不妥 就叫他的助理說 這樣子好不好 我們先把錢揮到你戶頭 然後你把那個現金 再提出來給我們 就表示這個錢我付了 我確實做了 好不好 所以為什麼馬文君 絕對不敢提這個 因為他知道 我的憑證都有留 我告訴你 當初我們聯繫的時候不是 那時候還不是楊四兄弟 你知道嗎 姓一個姓張的 姓張的 去上海也是姓張的弄的 一個女生 那後來才換了楊四兄弟 楊四兄弟是誰 楊四兄弟是李天宇 知道這個人吧 知道 司令嘛 李天宇提皮包的 你知道嗎 所謂提皮包是什麼 誰付嘛 然後兩兄弟進了國會聯絡人 對不對 聯絡人以後就認識了馬文君 馬文君就把他們兩個拉到那裡去 搞什麼 搞這個 我聽馬 我之所以敢出來指證說 麥當勞對面的那棟大樓的六樓 那個地方 楊國良在那裡有一個辦公室 專門接開始 為什麼我敢這樣子指證 你知道嗎 是因為我在那裡坐著 跟楊國良喝茶 是我親自去喝茶 大姐要選舉了 請幫幫忙 知道嗎 所以我敢這樣講 是因為什麼 是因為這是事實 這是我親身經歷 你們不必辯解 你馬文君敢說什麼 不管他現在重新裝潢 或什麼搬走了 我通通不管 我跟梁國良在那裡談 還有一次 大姐選舉需要幫忙 我們潛線可以國照 潛線國照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絕對不會在 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照嘛 叫照也是我們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在照嘛 這個話 楊國良坐我旁邊 馬文君坐我這邊 那個原桌嘛 那個他辦公室的 那個裡面的那個會議室 我講這些話 我都負法律責任 為什麼 馬文君你明明知道 你坐我旁邊嘛 我那個 那個 楊國良坐這邊嘛 然後楊國良在泡老人茶嘛 我講這樣子 你還不夠清楚了嗎 如果是這樣子 請問國民黨 你們都 路人假路人 也都知道他在這 做這些事情 你們國民黨為什麼不舉花 你們一直講說 我為什麼不舉花 我是你們貴黨的嗎 我不是啊 我是麻將最大黨的黨主席啊 對不對 我怎麼管你們家務事啊 你們黨為什麼不自清 對不對 那個 江啟臣 你是國防委員會的 你會不知道 楊氏兄弟這件事嗎 對不對 呂毅林 你會不知道嗎 對不對 你們一直講講講 其實都模糊的焦點 我說 我講完 國民黨必須自清 你們現在集權障之力來 像許曉青 根本就不懂這些 放了一卷錄音帶 怎麼樣 我心裡坦蕩蕩你知道嗎 因為我沒做那些事 你放 你放他們 再放三小時 我還是坐在這裡 我隱暗經過的 國民黨的迫害的時候 30年 我28年才拿到 不期數處分書 這是我的不期數處分書 也就是說 我無涉於隱暗 到現在 我們偉大的馬文軍攻擊我 還是在用隱暗 對不對 天天都說我是隱暗 隱暗隱暗 還說你是隱暗 我說你再講一次 你再講一次 我已經告你了 你還在 我不怕嘛 對不對 我 你們要了解 郭喜是一隻孤鳥 你要查案子 是不是周邊的都要查 結果一查全部 沒有人跟他在 沒有人跟他臉在一起 好 那我還是要再問 因為他說 大姐要選舉 需要這個錢 那可能 我懂我懂 那可能是證據現金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我是說 你既然指控他在搞簽 有沒有什麼案子 有沒有什麼案子 你所知道的案子 好 抱歉啊 隔壁就國民黨的 國民黨你要講講話 我跟立法院無關 對 抱歉啊 我對貴黨實在是沒辦法 沒關係 隔壁就對著國民黨 全黨之力在攻我 那我只好 只好 不是因為我們直下把他問清楚 其實我不是要攻擊國民黨 我只針對馬文軍這個 賣國賊這件事情 用這個詞太重了 對 但是 但是我希望說 你就告我嘛 因為我用的很重啊 對不對 這種指控太重了 對不對 告了 告了以後 我就就可以上法庭 你知道嗎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人 用這麼多都重的 為什麼 一到法庭就要成 雙方都要提呈證據 提呈證據 就是什麼 就是 就是對博公堂 把所有方法都會 我為什麼逼王志鵬 要逼到那個地步 因為他那個博士就是假的 你看他成績單 沒有修過一門法律會 居然北京大學 授予法學博士 你們大家不知道嗎 對不對 像這種都是我覺得 那是我的方法 我的手段 我現在也在逼嘛 你去告我 既然告了 那就上法庭 我們到時候就會見 而且高檢署已經 已經分案處理了嘛 所以我們就等法律嘛 對不對 後面 我今天把所有的電台 電視台什麼媒體 通通跑完一遍 通通講清楚了以後 我就靜候法官 高檢來傳輸 現在你講的這個 有沒有實力 好 他有沒有實際的 我跟你講 我就是嘛 大姐 那個泡老人茶 馬文君坐旁邊 那時候是快 那時候是中秋節前兩天吧 不是這個中秋節 那時候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們送月餅過去 大姐需要 要選舉的需要去幫忙 底下有個籃子 放到籃子裡頭 然後他把 楊國亮把籃子踢到馬文君旁邊 馬文君我現在講 夠具體的吧 你要的實力嘛對不對 我做了 檢察官可以判我行 沒關係 我願意 馬文君我 我有沒有做這些 不是一次 不是一次 我在講不是一次 所以一次籃子放多少錢 這個到法院我再講好了 沒有所以你有放 你現金你有放進去嗎 如果放的話 那就馬文君我會把你政治現金法 如果你沒有放 那就是有所謂的嫌疑 當然放啦 放多少你說 放多少錢 我為什麼要現在跟你講 好來來來 這個一定跑不掉嘛 對不對 我是跟你們講一定有嘛 那我既然有 我就接受法律的制裁 到最後便 大於o 那 對 因為 那 就 感谢观看